目前美国有5400万人饿肚子 有12.1%的成年人食物匮乏 有20%的家长表示 他们已经管不起孩子的吃喝了 一眼望不到头 绵延几公里的车队 这是美国人在领免费的食物 曾经的白脸在饿肚子的时候 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 为斗米车要何其悲哀呀 这女的叫珍妮特 感染新冠病毒一个多月了 康复出院 很快他就接到了一张40万美元的账单 据美国自己的专家推测 目前美国感染的应该有6000万人了 以后会越来越多 没钱看病该怎么办呢 我命在天 硬扛呗 我们中国今年夏凉喜获丰收 我们当前正在开展坚决制止餐饮上浪费的活动 当我们吃饱了肚子 看着吃不饱肚子的美国的时候 我们倍感心酸 但我们更有理由为我们的国家自豪 何其不幸遭遇新冠 何其幸运生在中国 就晚上很多人在来说 美国现在状况啊 好多人在饿肚子啊 什么孩子也是吃不饱饭呢 跟这样讲的话有点片面的 我就想说一下啊 就是大人饿肚子的话我不知道 但是孩子肯定是饿不着肚子 因为所有的学校都配备有免费午餐 三月份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有了 我们肯定不去 再用那个公共资源了 就让个更需要的人 今天为了拍这期视频 我就去一次吧 你给大家看看免费午餐 有些什么东西 这零午餐的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诶 石堂阿姨已经等在门口了 要先做个登记 他让我们等一下 另外一个阿姨出来了 嗨 谢谢 你想要放在那里吗 对 哇 嗨 什么这么大一堆 Mill pick side 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次来 嗯